我只是开水 把水迫来的枪头边 下底已经在滴水了 这一张枪刺的枪 bajo 可以拔在枪上 我便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关掉枪呢 这个单位240多尺 是2017年推出的单栋新盘封月 当年推出的时候 标榜是葵冲10年来首个住宅项目 室内空间没有明显区分 开放式厨房对出的可用空间 可以是客饭厅 用来做睡房也可以 部分地砖合逢有小洞 长生不太平滑 项目大部分单位连露台 研修单位在高层向东南 对出是轻荒路有一定的重因问题 所以这边单位的露台 一律庄有格升旗 露台22尺 托门下方的纳区比较阔 建议通知发展商填补 以防床污垢或者垃圾 虽然这个是开放式 但是尺数比起部分一房单位更大 Kenny 看到这里有两部冷气机 估计其实是有什么用意的呢 如果预计这里要选择一间房间 为什么不直接建一幅墙呢 这里因为空间不是很大 它放两部冷气 我相信一定是预计这里建一幅墙 一个厅 一个房间 但是为什么它不建一幅墙呢 我相信是与法例和噪音管制有关的 因为我看到这里外面是一条马路 其实就是它现在这个露台 它其实已经做了一些隔音的设施 这边的位置是做了一个锦窗 而这个以为可以开的窗 其实是一个维修窗 我相信完全是与噪音有关的 但是如果你建一幅墙墙呢 那么这一只维修窗呢 其实就未必做到建筑物条例要求的窗 维修窗以活动窗所设计 但是效果不理想 那么平时的窗所呢 我们直接进去打横开窗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就这样拉起来呢 那么可以 就是它扭得很紧的 你看到我就这样拔出来了 我会担心呢 如果我真的松手呢 它可能自己垂下来 或者真的拔出来了 就会掉下来 厨柜设计有新宿式餐桌 另一边的水龙头 检查之后发现漏水 设计上呢 其实当然了 满水窗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你用水的时候 去到满水窗的水就会走 就不会上到水龙头边这个位置的 不过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 当你洗东西的时候 你要洗煲的 那你要洗菜的 你洗煲的时候 煲在这里 那些水一定会养到过来 那么如果你潑几下水都漏到下去的话呢 就是说你洗煲的时候 水一过去呢 那个柜就会湿 近年部分新盘都会选用这种可以伸縮的水龙头 但是估计不太耐用 想象一下一个升降的水龙头 如果你长年用成天都上上落落的话呢 就算胶圈迫得好实 就是现在没有流水的那些水龙头 那么你这样上上落落多 我相信都有机会会流水的 厨房上方设有假天花 用来收藏风槽喉管 发展商偷空其中一部分 变为收纳空间 但是食用性不大 整个假天花之后 它里面就放了一些冷气的喉管 还有一些灯的火球 所以剩下来的空间不是很多 所以现在这个储物柜 其实真的不是放很多东西而已 业主就要留意了 因为这个储物柜 其实它是一个木朗来做的 所以它那个支撑 其实就不可以承重得太大 如果你放野储物的话 千万不要放一些重东西 我想放一些比较轻便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放重东西的话 就会有一个危险性在这里 浴室是黑厕 洗手盘水龙头松脱 也有漏水问题 浴室外的小型沿关位 交流时附送收纳柜 放有洗衣机 打开它 其实它里面有个维生门 打开它之后 其实你发觉里面是一些 洗衣机的去水管 这个去水管 假设它是失去的话 你放任何的东西进去 可能如果水溶出来 都会有一个损失 风雨游南风集团 陈氏后人私人持有 供应136个单位 不设会所 住客车位由八角 管理费每尺要近5元